詞曲 李宗盛 我做網台的時間已超過十二年 做台長的時間已十年以上 在這段時間內 我做了相當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例如有功夫、有財經、有時事 有神秘學、有電影、甚至有風水、玄學 其實我忘記自己做的類型有多大 總之我試過很多類型 唯一一件事我未試過就是賽馬 其實我會享受做節目 大家看到我們做節目的準備時間 或要做研究時間都相當多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很難保持十多年內 都花這麼多時間、精力在做節目身上 我們做了網台這麼久 其實我們很感謝觀眾用不同的方式支持我們 有時在街上會看到他們鼓勵我們 或者是讚美我們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做到現在 其實我們不僅希望觀眾能夠 在口頭上支持我們 或者在文字上支持我們 我們也希望觀眾實質上以月費的方式 去支持我們的台 和我自己的節目能夠延續下去 好 第二次 剛才還未假完夢 繼續 然後大家可能都很關心的就是惡夢 是 化惡夢 有些人把惡夢寫好惡的 不是的 其實是惡魚 沒有了魚的惡夢 如果我們在周公解夢 如果我們翻譯出來 或者現在現代來說 我們叫做古靈精怪的夢 即是甚麼出現的古靈精怪 可能看到那些妖精 那些叫做精妖 精妖、狐妖 被鬼追 被鬼追、鬼使神差、發夢 發很多這些夢 但發這些惡夢 其實原來有很多因素 即是外國解夢的人 那些心理學專家、精神科宣家 認為因為白天來說 生活壓力很大 第一 第二可能就開始進入一個抑鬱期 和情緒病 所以晚上有所思夜、有所噩夢 引發的因素其實很多 我們純粹去解釋一下 是發甚麼夢 有些有憂鬱造成、恐懼 還有有些大半跟感情 心理上有關 即是黃師傅說 如果他人的磁場 本身是比較弱一點 心情比較差一點 可能想法的方向 就不知道哪一個方向 就在晚上發夢的時候 發一些不好的夢 惡夢來講其實有很多 以前來講 有位朋友或者客戶也好 他發過夢來講 真的都挺惡的 為何為之叫惡呢 他曾經跟一兩個女生拍拖 怎知道分手了 其中一個女生來講 就非常之喜歡他 即是想立刻要嫁給他 怎知道 你知道情感的東西來講 很難說 講緣分 沒得勉強的 但是那個女生就很質疑 是非常之執著 誰知道 誰知道 在那段期間分手 沒多久之後 這個客戶就不斷發夢 發什麼夢呢 發夢來講 就真是披頭散發 白色袍 就天天飄了進他的夢境裡 他就很害怕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天天都紮醒 令到人的工作 情緒 各樣東西都很不順 又不知怎樣去做 當然了 後來找了我的師兄 解釋一下這個夢究竟是什麼事 然後就跟他解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個女生 原來這個女生就很喜歡他的 很喜歡他 即是在說很多年前 原來這個女生自殺死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即是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香港 這戶事主在香港 但是那個女生原來不是香港人 原來是自殺走了 原來在他發夢的夢境裡 其實這個形象 其實是那個女生 我經常都追著他 後來他找到一個 即是找我師兄 找我師兄 就跟他嘗試去拆解一下 怎知道就要跟對方說數 去到一個空間跟他說數 問他想怎樣 他說要把這個男生帶到陰間 這個夢 就在他夢裡已經想帶他走 他出現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不是穿白袍 你知不知道穿什麼 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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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紅衣 要嫁給他 然後我先做一些手印 跟他講數 跟他說你不要那麼執意 不要那麼執著 因為陽間和陰間 始終是兩個不同的空間 他說如果跟他說的時候 如果你再這樣執意 就要做一些功夫 其實這件事都是搞了很久的時間 差不多一段短的時間 誰知道後來來說 就是後來這隻女鬼 始終都是軟化了 即是軟化了 然後做了一些儀式 就送了他走 會這樣 他這個夢來講 其實真是很大很大的惡夢 令到這個事主來講 所有的生活的節奏 工作 感情生活 每樣東西真是很不順 最主要精神困擾 精神很困擾 跟著還要吃抑鬱藥 還要看西醫 中醫 後來這位師兄 就幫他做了這件事之後 解決了 令到雙方都能夠大家舒服一點 回復一個正常的生活 那他有沒有做過一些事 欠那位女士 他們兩個都是一個感情的瓜葛 但是有時候 另外的一方來講 太過執意的時候 就會搞到這樣 偏執 即是偏執 變成這樣 也可以這樣說 在他自己的運氣裡面 一生都很容易遇到這些東西 最好來講就是修心養性 找了好老婆 結了番生兒玉女 就算了 不要再搞什麼 但基本上來講 感情的東西 我們經常都說 很難 外人很難去插手 大家來說 不要這麼偏執 這麼一意孤行 令到大家都不好 這個夢來講 其實中間還有很多波折 於是要說一點 另外我們就說一點 如果你跟屋的風水不是很好 亦都可以造成發惡夢 黃師傅 我們看一看 如果你跟屋有多人 喜歡放一些很凌亂的東西 放到烏理彈道 好像鑾撞鋼一樣 就經常都會發惡夢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 尤其是房子 尤其是沒錯 因為房子是睡的 另外來說 睡房就過暗 睡房來說沒有陽光到 整天都不開燈 就放一些大吉利是東西在那裡 很容易發惡夢 房間裡面過於壓抑和深沉 自己可以放一些 開心一點的東西放在那裡 有些喜氣的想法 不要想到一邊 就不會發一些惡夢 另外附近有些醫院 殯儀館 甚至墓地 因為有陰氣比較多 人睡了之後 磁場是最弱的時間 所以陰氣來說 是最容易埋身的 好了 鬼在夢裡面 是象徵了什麼呢 邪惡 還有象徵危險 如果你發夢的時候 夢到一些靈體 夢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個正面 不要說夢到鬼來講 就有錢 有財 千萬不要這樣想 那是真的不好的東西 有些人睡著睡著 有些夢到菩薩 或者一些大神 那些是好的 是的 那些是好的 就不要反過來 尤其是孕婦 尤其是孕婦 我們稍後也會講一講 那叫胎夢 夢見了自己的狗咬自己 記住 因為狗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人類 周公解夢 他說 原來夢到狗咬自己的時候 原來人際關係會比較變差 很多人養寵物 因為香港來講 可能養狗的人都比較多 養狗狗 那為什麼會拿這個例子呢 就是希望養狗狗的人 你會發覺到 如果突然之間那隻狗咬你 你就想想那一陣子 是不是人際關係變差了 夢 在那個夢裡面 是的 不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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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夢裡面 不是真實地咬 另外來講 託夢來講 有兩個或者三個人都是親戚 同時間就發一個夢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認識一個人 就是他自己 他爸爸住在新加坡 那他就住在美國 那因為他媽媽就走了 那他們兩個原來有一段時間 是同時間是發一個夢都是跟他媽媽的 就是以前沒過世的時候的生活有關係 那他就長期住在美國 當他們兩個發這個夢之後來講 他們互通信息的時候 說給一個爸爸知道 你有沒有發過這個夢啊 那跟媽媽在哪裡一起吃東西 怎樣怎樣 原來這個夢來講 就是告訴他們 就應該就要抽時間 去那個墓園那裡拜祭他媽媽 因為他自己本身住在美國 那個女兒住在美國 嫁了去美國 是有血脈關係 那他們為什麼會發同一個夢呢 我們真的不懂得去解釋 但是這些來講 可能你們自己 親邊的親戚朋友 或者兄弟姊妹 都可能要有機會發同一個夢 那如果發了這個同一個夢 裡面的信息來講 其實是叫你們去做一些事情 那有些事情一定要做的 這個就是同夢了 那其實我相信 如果好像說這種夢境 或者是有很多人聽過 或者甚至乎有經驗就是什麼呢 那些冥婚的夢 是吧 因為我自己有個舅父 在我未出生的時候就過了生 那我也聽我媽媽說 她年輕的時候就 就說走了不久就報夢給我婆婆 我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女孩 我打算跟她結婚 你們去幫我找那家人 敲個門 對親家 扮明婚 這些我相信 很多人都試過 甚至乎聽不懂 做過也有 我見過也有做過 或者自己身邊的親友 也有 也不奇怪 好像最近有一個明星 是不是有一件事 有人找她明婚 我聽過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講什麼 下一張PowerPoint 我們就是說 我們要看一看 剛才我們說了 家裡比較陰森 雜物比較多 容易會發夢 如果你們看看自己會不會 臉上有些特徵的人 和身形 就很容易會發夢 首先來說 臉肥嘟嘟 耳赤 臉肥耳赤 什麼叫做臉肥耳赤 臉肥嘟嘟 圓泡泡的 耳朵就紅色 好像很害羞 對 經常的耳朵 都很紅 還有這種是一種人 第二那種就是 面青而高瘦 我們見到那些 一見發財的那些 通常都是 撩撩瘦瘦瘦 雨場片 見到那些 面青青 高瘦瘦這些 是什麼呢 很容易來說 就是他們的性格 貪欲比較強一點 心腸一般 中年之後 就會經常發我夢 你自己看 照鏡子會不會 發我夢 看看我有沒有這兩個特徵 第二樣東西來說 壓是比較削的 就是斜下去的 眼睛比較突的 經常都在夢到那些 很驚嚇的一些夢境出來 這個 眼凸那些本身的相 都是比較 容易遭意外 眼凸那些人來說 眼凸那些人來說 很多時候 喜歡講假話 欺騙人的 大家要留意多一點 另外一種就是 眼鴨目 我們看到香港一個政黨的黨夫人 應該是主席 嘩!那條眉真的很粗 眉顏目 對 那條眉很粗 但它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它是粗的 粗眉 粗眉來說 它是辛苦的 一生之中都很辛苦 但不是找不到的 它是找到的 還有眼眉比較散亂 那條眉很散 散的人來說 叫思慮過多 經常都在想的 所以可能晚上睡覺 都還在想 想一想就在做夢 所以眉省的人就收眉毛 對 沒錯 而且容易晚上睡覺 發惡夢就紮醒 夜不能眉 即是睡得不好 這些可以找醫生 或者找其他人幫幫忙 可以去矯正一下 第四樣是比較少 但都會有看到 看到有些人的喉嚨 有一顆粒 類似的那樣 就生毛出來的 在面相裡面來說 無論是男女也好 喉嚨來說 那條頸比較短一點 比較長一點 而凸出來的 很容易發惡夢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其實這是面相的特徵 面相的特徵 發惡夢 但如果剛好這四個特徵都有 這個真是大惡夢 這個真是大惡夢 可能是反過來的 可能是好事 但未遇過 四個特徵都有 比較少 另外是我們改胎夢 胎夢很多時候 那些婦女懷孕 有很多希望自己期待做媽媽 很開心 我真的看到很多例子 懷孕的時候 他們夢到什麼 夢到一些仙佛 好像我們說一個親戚 是一個叔父輩 他媽媽 我也叫他做叔叔 他媽媽陀著他的時候 他媽媽經常做夢夢到龍武 龍武現在在荃灣芙蓉山 一個龍武廟 在廣州也有一間龍武廟 那間比較大的 好事來的 夢到龍武 他夢到龍武 很有趣 他生了他出來之後 他媽媽帶他去契龍武 契龍武之後 他自己小時候 根本都不知道 哪一個叫龍武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是神來的 他有些事情不相信 原來契龍武的人 是不可以吃牛肉 不可以吃鯉魚的 他就不相信他媽媽說的話 就吃了 吃 很有趣 他一吃鯉魚就吐了 一吃牛肉的人就不舒服 因為他現在都大 牛肉也很嚴重 牛肉不可以吃 不是不可以吃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放在牛肉你不知道 是啊 有些人不知道 如果他有這個 這個舉動 他有這個就好 一吃就吐了 就是有一種食物在裡面 他最靈就是吃鯉魚 不是這個鯉魚 因為我也認識一個朋友 他真的吃到牛肉都吐 如果他 好像台長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那一碟是牛肉 就是送裡面可能夾進牛肉 不是有些牛肉的成分 但是他一吃總之有牛肉成分 他真的是吐的 真的 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我這個親戚就是 他一吃鯉魚 薑蔥鯉魚很棒 薑蔥煲 他年紀大了他都不相信他媽媽說的 現在不去拜龍武不吃 他一吃鯉魚就吐了 真的不到你不相信了 後來就真的很神心 每年來講 就是鯉魚都會去龍武廟拜龍武 你看到鯉魚的時候上芙蓉山 就很多契仔契女 就是龍武廟是很旺的 這些就叫做胎夢 有些就夢到觀音的 有些是夢到關帝的 夢到關帝那些可能 兒子就是做什麼呢 做一些武術 武將 武將 就是這個叫做運動員那些 黃大仙 雷祖那些我都聽過 夢到這些 是的夢到這些都會有的 我們解夢裡面來講 現代的含義有一點點不同 有些人夢見熊 就代表了是競爭 原來現代 我剛才為什麼說周公解夢 所以台長也說 可能後期有些人加了一些東西上去 原來現在夢見熊來講 可能是個大使偏弱 熊屎 夢熊有喜 夢熊有笑 夢熊有笑就生孩子 所以現代解夢 所以現代解夢 可能也有一點點不同的含意 大家儘管去理解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 除了你說夢的異境 我自己曾經試過有一次 應該是 都有二十年前的了 那時候就在打工 當時夢到夢境裡面 就是去到一間屋子 一開門 開門之後 一條長走廊 裡面什麼都沒有 這個夢我很記得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夢到這個夢之後 就是發完這個夢 夢境給我的感覺就是什麼呢 我進入了一間叫什麼屋子 那間吉屋 說得好聽的叫吉屋 其實就是空屋 是說空屋 那個音我們一向講 廣東話都不是好的 那個下音 其實一開門 夢到一條長走廊 那間屋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 夢完這個夢 就真的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人事或者工作上 都出現了一些阻滯 人事上出現了一些是非鬥爭 其實在這個夢境 就是我到今時今日都還記得 當然就是沒有了 再沒有這些夢了 就是試過這麼多一次 其實有時候 現在我們講到就是 夢境的含意當中 他預示了 預示了一些東西 我們知道原來 在這個夢當中 我會理解到 原來夢的一間空屋 原來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不要想到 我進入了一間空屋 有一間靚屋 會不會有靚屋給你住 就不是的 是一件不好的事 好了 講解夢我們講到這裡 接著我們有第二個主題 我們今天就回應上那幾次 講過很多亂頭 講過那些 不好的亂頭 也講過好的 也講過好的 我們回到一些基礎的東西 就講好山好水 因為我們就要講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說背山變海是最好的 風水學上就是山管人丁水管材 對 你一個好的風水 必然就是有山又有水 當然水也會分為無情水 和有情水 無情水是直不甩的 曲水就是有情 曲水為之有情 現在講山 當然山以圓和翠綠為吉 譬如好像現在這兩幅圖 第一幅叫做水星拱照 其實都是主一個 如果住正在山附近 或者背靠山這種山形的時候 都是主一個人比較聰明 要智慧 是比較貴的 不是他富貴的那種貴 是人的貴氣 還有配合如果前面又有水 當然有一種靚山 就叫做健康 或者各方面財運 都是相對地提升了 加上人本身聰明 容易到腦筋賺錢 水形山要是分開五行 金木水那一套 水形山有什麼特色 特色就像波浪 對 像波浪 對 像波浪 譬如香港八仙嶺 八仙嶺 馬鞍山那邊 八仙嶺 有八個波浪 它都像水形山 再來我們看看土形山 土形山是四四方方的 就像土形山 有這些靚山都是以財富 財富包括錢 身體健康 所以有天父升之清 主要都是掌管財運 靚土形山的時候 在家人和後人 主要都是為及到他們的 如果做生意的朋友 生意興隆 財運 在土形山的時候 都能夠配合到 如果在面向方面 都是以水水的 曲水的那方面 財運也容易增加 賺錢也比較容易 土形山有天父之星的稱為 有些叫做天才 因為要分辨財富的財 和人才的財 所以正名叫做天父之星 即是上天賜給你的財運 接下來我們看看金山 金山 金營的山都是主富貴 其實山領主要都是主富貴為主 因為一向都是看山館人丁 水館財 有社會地位有名氣 尊敬 或者如果做官的人 就住在這些山 因為金星都是主觀 我們在香港其實有個金星 金營的山 金營的山 就在沙田恆生商學院 恆生商學院 恆生商學院 如果有經過的時候的朋友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個山 其實很翠爛很軟 所以恆生商學院 建在那裡 有這個做靠山 他的學術地位 還有他升格做大學 都是必然的事 而且在裏面讀書的學生 成績都很優異 有啊 我有一個 應該是叫移生女 在那個讀完之後 跟著去了美國的一間名下讀碩士 所以很多時候都出到一些狀元 或者一些高分學生出來 很有趣的 恆生商學院他們修身的制度 不是說你之前考回考 你不是最好成績的那些 他會收你的 很有趣的 他是要跟你面談過之後 他不是最主要看成績 原來這麼有趣的 他是要看你自己本身那個 你應該怎麼說 人品 人品和表達各樣東西 他才會收你的 很有趣的 有些緣分 但真的我認識有幾個 在恆生商學院讀完之後 跟著都去了外國留學 然後再回來香港 非常之不錯 附近好像還有一間浸會的 國際什麼學校 那個應該是國際研究 是浸會的 都在那裡 你近在那些山的東西 就是好的 如果在這種山營做辦學的學校 學生 教院的學校 對 就是辦學的 不要說辦學 總之你住在那附近的 都不會差的 再來我們看看火營山 火營山 火營山 火為什麼 五行當中火是尖 尖的 所以這個火營山 一般來說都是煮法無貴 即是行武職 譬如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軍警 運動員都是以武的方向 但是火營山有一個問題 因為它脆綠程度會比較低 可能在主於脾氣方面 可能會暴躁一點點 所以你說 可能做軍官那些 就會比較合適一點 通常都會是 因為紀律部隊那些 真的要講求紀律 不守紀律那些 就罵 還要有威嚴 但如果你一般平民 住的地方 譬如 這些禿的山 我們可以叫做岩蟬 沒有翠綠的異象 沒有翠綠的草 包圍著它 很多時候就會住到一些 叫做 精神容易出現問題 或者我們可以說 屯門那個地段 屯門色魔 為什麼 那邊的家庭糾紋得多 對 因為那些山真是 岩蟬一點 青山市面上面的山 就比較岩蟬一點 對 也都說 九龍區的 比如獅子山 對 獅子山 也有殺 獅子也是一殺 而且它也是比較促 所以住在下面那些 那些村的人 可能脾氣 或者那個 精神那方面 都可能是有些 比較弱一點 這方面 所以 有時候要選擇一件事 就是選擇一個山 都要懂得選擇的 附近看看有些什麼好山 住得漂亮的 自己的氣場也會長和一些 爭拷也會少一些 其實如果在我的角度來講 不論你什麼形都好 最重要是山脆綠夠圓 說知它的五行是什麼 山脆綠就圓 就比較理想的 正所謂我們經常有一句說話叫做什麼呢 窮山惡水就出什麼呢 刁紋 所以 那邊窮山惡水多呢 大家其實心中有數了 窮山惡水一波的地方 就是出刁紋的 所以 你會感受到 我經常都說 波夫南 那邊的山是比較翠綠的 所以你說 去到那邊 你會感受到氣場很柔和的 那邊 那些人都比較慢一點 那些步伐都 還有香港仔都幾舒服 是啊 其實大埔都OK 有大埔的山都漂亮的 那些山年都是漂亮的 那香港始終 始終還有很多個山頭的 那 最重要是自己知道 啊 我住靠近什麼山的 會影響到你自己的 那些雲勢 或者 香港呢 其實說山靚和山的氣場 最漂亮呢 其實就是大埔和西貢 嗯 很漂亮啊 大埔真是 翠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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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翠綠 最主要都是以翠綠為主 還有 不要有那些叫做什麼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見到 下完雨 很多時候會發生的 有些山無緣無緣 有一段位 有一段位 一條坑 那樣的 嗯 好像 山為傾斜 但它又不是整幅 它是只有一條坑 那麼出現了一些泥土 那其實如果這些衣仗呢 很多時候 如果真的 你對著這種山的朋友呢 你最好找窗簾遮一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很多時候 如果這麼忙 就出現一些 女性特別出問題 對 虎科病 虎科病 或者 一些 糖尿血 都會有事 對 尤其是女性 最認 好啦 接著看木形山 啊 木形山 你看 整支東西 一陸 一陸 木形山 以學術為主 因為木 都是主文昌 所以都要出這些聰明人 如果你說 那個方位 你還有一顆 文昌星在那個位置 而你的 對著它 正正這個位置 恭喜你了 而且呢 你如果家裡有小朋友呢 就 盡量利用那個方位 去讀書寫字 所以 也都在 學術上 或者讀書成績 都會比較高的 甚至乎 科學家 教育家 這些 甚至乎 我們稱為 學術泰斗的人 他都是 在 在 叫做 學歷 或者一些 對於學術 有成就 對 都會比較高 因為這個 木型山就好像 一個塔 一個文章塔 對 有時候 如果家中環境 相信中國大陸 甚至香港都有的 我見過 在天水圍那邊 都有一種塔 的建築物 或者好像我們早前也說過 元朗也有 以中環為例 對 一個很高的 IFC 那裏 你也是當文章塔去看 最主要 你住在那裏 那個方位 對到 旁邊好 對正好 是否文章位 那裏就恭喜你 多些 不是 這裏也是 千萬金 對 更好 所以為何要木星拱照 出狀元 以前而言 除了木星拱照出狀元 我們在風水學上都會說 木火通明 木火通明 是聰明 讀書聰明 讀書聰明 主智慧 好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又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